iPhone带网口Modobus模块S7以太网功能使用教程 这里连接Smart200为案例给大家演示 那么首先呢 我们需要进入模块的网页设置去配置参数 那么就需要将模块的网口连接到电脑 那么网口插到电脑之后呢 会在电脑的网络和共享中心 会有一个以太网驱动生成 那么我们需要先对电脑进行网段设定 点击属性 点击IPv4 在这里面的设置电脑的网段 需要保证电脑和模块IP是在同网段的 那么电脑设置为一网段了 现在我们已经设置过了就取消 好接下来我们打开浏览器 在网址输入来输入模块的IP地址 然后按下回车键 看到没有模块也是一网段 所以需要保证PC和模块在同网段的 才可以进到网页设置 然后复制右边的账号密码 点击登录 在S7专入参数这里呢 填写上PLC的这一个IP地址 这里PLC的IP是1.128 然后PLC类型选择200Smart 接下来呢就是IO点数的一个配置 我们可以按照这一个规则来配置 例如我们数字输入填10 那么计程器各数模块是有8个这一个数字量输入的 那么就填8个 那么就监控PLC的I10.0到I10.7这8个位即可读到模块的这8路数字量输入 其他的也是一样的道理 那么数字输出呢 例如我们填一个11当然也可以填其他的 然后填11 计程器各数呢填8个 因为模块有8个线圈 然后到时候监控PLC的这个计程器即可 模拟量输入呢 模块是有6路 模拟量输入 计程器各数就行6个 计程器地址呢 例如我们可以填个12 填其他也可以 然后模拟量输出模块是有两个路 那么我们就填两个计程器各数 地址例如我们可以填14 然后连接状态呢 我们可以填个20也可以填其他的 这个主要是判断PLC跟模块有没有连接成功的一个连接状态字节 到时候我们监控PLC的Ib20这个字节 如果里面的数据会跳动的话 说明PLC跟模块是连接成功的 那么设置完参数之后呢 我们点击保存并重启 接下来断电重启模块 重新上电之后呢 参数才会生效 那么在上电之前呢 我们先将线揽接好 首先我们要将PLC的网口使用网线连接到模块的网口 或者经过交换机将模块和PLC网口相连接 然后我们上电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打开PLC的编程软件 去监控对应的这个计程器地址了 我们打开编程软件 在状态图表这里 首先我们先判断模块跟PLC有没有连接成功 用这个连接状态这个字节 我们监控Ib20 先监控先 可以看到当前只是从0到15一直在跳动的 说明PLC跟模块已经连接成功了 那接下来呢就是读写模块的Io PLC不需要去编写任何程序 那么我们只需要监控对应的这些PLC地址即可 例如数字量输入填的是10 然后计程器各数是8个 8个位占用一个字节 我们就去监控这个Ib10即可读到模块的8路 这一个数字量输入 数字量输出呢 我们填的是11 然后8个个数同样的占用一个字节 我们去监控QB11即可读写到模块的8路线圈 模影量输入呢 模块是有6路 地址是12 那么就去监控PLC当中的VW12 一直到1416182022 这6个字呢 我们就可以读写到模块的6路模影量输入 模影量输出停的是14两路 那么就去监控AQW14到16 这两个字呢 就可以读写到模块的两路模影量输出 那么我们这里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线圈输出 它对应的是QB11 我们让模块的所有线圈全部置位 给大家看一下 25那就全部置位 那么就写到模块过来了 那现在呢PLC就不需要编写任何程序 那么就实现了对PLC的一个IO远程扩展 那么这个就是模块的S7以太网功能的一个配置教程 感谢大家观看